1982年 因為第一次去美國是去 六三紀的方言會 我做一條歌給他方言 我會記得印象最親密的就是 尾頭到尾都坐得滴滴滴 他雖然一生感激 但是我感覺他 一直已經緊張 還有到年來都要有真惡化的心情 我只想要可以看到他 在跟小孩相照 一路走向自由的道路 民主好朋友快樂的生活 路不幸都在那裡